大家好 我是阿水 好久没见 前一段时间很忙 今天 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新玩具 Synology DS720 Plus 网上已经有很多的测试了 我今天只是测试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硬盘 SSD 和 内存卡 首先就看看我的新玩具的开箱 箱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全灰风格 牛皮纸 再加上简简单单的几个说明 连个封条都没有 好 一手就可以拿起来的主机 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没什么用 还有电源线 一根网线 这根是电源插座的又一根网线 还有一个防呆的钥匙 好 我们把封条撕开 然后打开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软眼和我以前的DH718 plus形状看样子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多了两个SSD的插座 但是它减少了一个内存条的插座 一个是焊死在了主板上只有一个内存条是空的 这里是后边的情况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抠 是要是一抠 抠开就可以就可以拿出来了 两个硬盘槽 对家用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一般都设置成READ ONE 就是只有一个盘的容量 这还是非常简单的插槽设计 可以非常方便的把硬盘装进架子里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内存条的插孔 它是空板 你可以增加4G的 这是官方的说法 两G已经焊死在主板上 这个可以加一个4G的内存条 好 里边很简单 这手摸上去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比DS728差远了 好 这是今天要测试的东西 这是SSD M2 SSD 一个是18G的细节硬盘 这两个东西 这是已经把它都装进去了 这个过程就省略了 大家都会 好 装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测试的就是这几个内存条 从左向右 左边是三星32 中间是Kingstone 16 右边是三星8G的 好 我们就直接通过网络来搜索 好 已经找到了 这720plus 好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来 好 开始一步一步按照它的提示来就可以了 好 开始装系统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系统 特别的人性化 特别的好用 它的硬件几乎是 嗯 乏散课程 大约需要10分钟 其实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大约 五六分钟足够了 好 这是第一次启动 等个几秒钟的时间 好 现在呢 它就让你装DSM7.0 那我们就装吧 装过之后呢 就来设置管理员账号 今天我们就测测测试一下 就来个测试账号就行了 这个密码呢 可以随便选择了 尽量的比较保密一点 就是不同的符号 不同的素质要多一点就行了 好 甚至好 储存 我一般都 储存到电脑上 啊 也不用寄 好 按照它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有些需要的东西 有些我就 不需要 就直接跳过去就行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存储的设计 这个呢 是全会默认的SHR 他们默认的有格式 好 这两个硬盘已经认出来了 好 它要是硬盘建设嘛 不检测 检测时间太长了 一般情况也好 也在几天时间 好 按照它一步一步来 搞好之后 我们来发现 咦 我的M2SATSSD 没有找到 那就是说 群晖的机器不认识 M2SATSSD的硬盘 只认识 M2NVME的硬盘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我在网上很少见到有人专门测试的 这是我专门测试一下 因为我手上有两个 SATSSD M2的硬盘就死了一下 它不认识 所以大家注意了 千万不要买错了 做缓存的时候 千万不要买错了 要买 NVME的M2 好 这个已经是完全装好了 咱们再启动 这一回就一个一个的测试 好 这是8GB硬盘三星 我们的资源管理器去看一下 它认识不认识 是不是已经就出来了 好 主要管理器 点内存 好 这里已经是认出来了 10GB 原来的2GB加上8GB 10GB完美认出 所以说它们官网上说的最高4GB是非常保守的 好 咱们把它关机 再来测试一下 那 Kingstone的16GB的看怎么样 好 我们就重新登录 好 再看资源管理器 点击内存 好 18GB 完美认出 应该没有问题 这就是说 16GB的内存 加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关机来测试 最后一个最激动人心的 32G的三星内存 不知道它认识不认识 看看 找不到 那就说它是不行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最高就只能是 16GB加2GB 18GB的 今天咱们的简单测试就到这里 以后有机会再来更新 更进一步的来测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聊